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基础知识系列的课堂 我们这个课程是外汇基础知识系列 这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这一堂课我们主要和大家初略介绍一下外汇市场 以及正确的一些交易的习惯 事不宜迟,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学习外汇交易的旅程 让我们先从认识货币开始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用着不同的货币 如果您到澳大利亚旅游而想在那里购买纪念品 您需要以澳币来购买 一个美国的公司如果希望从日本公司进口货品 很可能需要以日元来结算 而外汇的市场正是货币进行交易的地方 它是全球流动性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 每天的交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 交易量也比任何股票市场都大 这样一个庞大的外汇市场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第一个是去中心化 接着是交易是在交易者和交易者之间进行的 最后是交易的时间很长 每星期五天半 每天24小时连续交易 外汇市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 它不像股票市场 比如美国有纽约证券交易所 英国有伦敦证券交易所 股票市场所有的交易最终都是通过交易所来进行的 而外汇市场没有统一的交易所或者交易中心 所有的处续传输都是由各个地方的服务器设备 而正是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 允许交易者或者交易商在平台上直接完成交易 而不需要通过交易中心或者交易所 这通常会减少交易的佣金和花费 外汇市场交易的时间是很长的 从每周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一开盘 就一直交易到周五下午的5点 此外在迪拜周末也有半天的交易 但它主要是机构在交易 成交量也比较低 虽然每天24个小时都在连续交易 不过有些交易时段是明显比其他交易时段要活跃的 这两个最活跃的交易时段分别是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也就是东部时间 每天早上3点到东部时间下午的5点 很多的大宗交易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的 以上我们介绍的外汇市场特征 您只要了解即可 不用深究 我们主要要把精力花在如何在这个市场盈利上面 很多人可能对股市了解比对汇市的了解要多 我们这里简要看一看外汇市场和美国股市的一些不同 首先是交易的对象 在汇市里交易的对象很少 主要是不同国家的货币对 而美国股市的股票是很多的 有超过1万只的股票 所以交易对象是很多的 第二个是流动性 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尤其是基础货币对 而美国股市的流动性为中到高 在下跌的市场里会比较低 关于流动性的介绍在后续的课程也会有 第三个是是否受到操纵 外汇市场因为非常庞大 一般货币对很难受到操纵 而在美国的股市一些小盘子的股票是有可能被机构所操纵的 而一个交易工具如果受到操纵的话 很多时候很多的分析是会失效的 接下来是指令 外汇市场是既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的 也就是两个方向都可以做 而股市的股票市场尽管也可以做空 但是并不容易 最后我们要比较的是杠杆 外汇市场主要是保证金交易 可以拿到较高的杠杆 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会有详细的介绍 而在股市里是很难拿到杠杆的 就算是拿到也是很小的杠杆 关于这两者的比较 我们仅仅是比较 没有说哪个市场谁胜谁略 哪个市场都是很好的 很值得去投资交易的这样的市场 前面介绍的一些外汇的特点 我们是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的 第一长的交易时段 优点是您基本可以在任何时间段交易 这对于一些上班族或者平时很忙碌的人来说 可能是一件好事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在闲暇的时间再去做交易 但是长的交易时段可能导致一些人进行频繁交易 这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 以及花费很多的体力 第二是低保证金高杠杆 这样一个特点对资金量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比如您有5000美金在账户里通过杠杆 您可能可以去运作超过50万美金的交易 但是伴随杠杆的可能也是更大的风险 第三是交易的方向 由于在会市里多空都可以操作 这就意味着在两个方向上您都可能可以获利 但同时也意味着在两个方向上您可能都可以亏损 那么怎样去利用外汇的这些特点给我们带来好处 同时避免这些特点可能带给我们的坏处 就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 怎么做到呢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都会有涉及 在正式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分享一些好的交易习惯 第一个是每一次的交易一定要写好交易计划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 严格的纪律是一定要遵守的 任何的交易都是有计划的 并且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交易一定可以随心所欲 第二每次交易结束要写投资日志 无论凝亏都把自己的交易心得写下来 这样可以不断督促自己从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 学习总结 继续前行 第三不断的学习 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交易者是懒于学习的 外汇市场很凶险 没有良好的交易投资的知识 去武装自己是很难在这个市场上盈利的 尤其是交易新手 更加需要在进入外汇市场前对外汇市场有足够的了解 最后当然先订阅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 和我们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外汇基础知识的这个系列 主要是教新手们一些基础的外汇知识 在前面的五个教程里 我们主要讲解一些外汇的基础知识 在后面的六个教程里 我们将教您如何制定一个可行的外汇交易计划 在接下来的一个课程里 我们将会讲解如何读报价 什么是基准货币 什么是标价货币 您可以在Market Newbie的网站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